立法會 明天恢復二度 要求區議員宣誓效忠的修訂條例草案 所以近日不停有攬炒派區議員辭職 最新包括民主黨雲兆堅、徐子健、廉闊章、胡耀昌 和西貢區議會主席鍾錦麟 個個辭職都說服務不到市民很不開心 但鍾錦麟就最有創意 他說終於找到另類的方法去服務市民 就是整順風 話說鍾錦麟和尹兆堅、徐子健 都是因為涉嫌參與違法的泛民35家初選 3月還押至今 其實已經不可以履行區議員職務 自然更加無法以主席的身份 主持西貢區議會會議 早就應該不要妨礙地球轉 他的辭職宣佈中 說對持任萬分愧舊 透露現在在獄中負責整順風 見到順風左下各有政府的口號 服務市民 哇 立刻燃起他的紅心壯折 指自己 就算身陷鱗魚 一樣可以換個方式服務市民 這樣說 死刺 唉 其實你們不搞違法初選 就可以好好地服務市民 現在搞到要在獄中整順風 就當服務了市民 那來安慰自己 早知今天何必當初呢 何必呢 何必呢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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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